繼續開會 我們請林英龍議員質詢 時間45分鐘 好 謝謝我們主席 市長以及我們辛苦的市府團隊 還有我們敬愛的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那今天是英龍議員的總質詢 那我想第一個呢 我要談的就是 我們的美國總統新當選人叫川普 那這個呢其實也讓全世界對他刮目相看 因為川普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企業的企業組 那在美國一個這麼大的企業組 進入到白宮成為白宮的主人 那這個對美國而言也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一個總統 新的面貌 對全世界而言大家也在看川普怎麼做 那我們發現說川普在上任之後 提出了一個大減稅的證件 那這個他說要從企業海外獲利 實施一次性的減稅優惠 那企業海外獲利一次性的減稅優惠呢 要從35%降到一次性的10% 那這個幅度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預計要在明年通過立法 因此呢在吸引跨國企業海外獲利匯回的同時呢 也讓美金因此 他的匯率就上漲 所以最近美金的這個漲勢 非常的快 所以美金大概要回到32塊左右 那麼川普呢 計畫要推出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政策 那這個全國的減稅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他會刺激民間的投資跟消費 創造全國的總需求 那對美國而言 他們現在最首要目標要追求快速的經濟成長 所以其實這幾天的新聞也提到 川普特別把美國的一家開利公司 這個大企業留在美國 不然本來開利要到墨西哥去了 那他也是提出一些優惠措施 來吸引留住他的這個大企業開利 那其實川普提出來的優惠金額並不大 大概7500萬750萬的美金 那他們預估 其實如果把開利留在美國 可以為美國再創造 更多的這個就業機會 有一千多個這個工作機會之外 他們會創造6500億的這個美金留在美國 那因此 以全球性來講 美國是大國 為什麼新上任的一個川普會突然喊出減稅政策 代表全球的景氣 在這個目前的循環當中 其實真的面臨到一個 需要 大改革的時候 那不只是美國 全球各地方都面臨景氣的蕭條 那面臨景氣的蕭條 面臨企業在自己的土地上 自己的國家裡面 其實沒有賺錢的時候 資金的外流 嚴重的流失 這些問題 那所以新興國家 亞洲地區 像我們這邊 臺灣 其實我們的股市也會受到美國 這樣的連動的影響 波動非常的大 因此臺灣目前景氣也真的不好 我們光是看目前很多的餐廳 包括過去很多 已經經營了十年以上的老餐廳 一一的打烊關門 經營不下去 包括我們民意代表 議員在地方基層跑 我自己也問一下 現在的老餐廳的老闆 那老餐廳老闆也告訴我 最近真的不好經營 最近真的影響很大 那代表現在景氣 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覺得減稅 對整個經濟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時刻 那我希望政府從中央到地方 其實都可以在稅的部分 能夠做相對的調整 因為畢竟稅率啊 是要隨著經濟景氣 以及整個大環境 來做相關的一個因應 那現在實施減稅 其實很重要一點 讓百姓休養生息啊 其實百姓在這些年來努力打拼 我們的不動產 也確實在前幾年創造高峰 但是其實從去年 今年慢慢的已經有下滑的現象 這也代表著我們的景氣循環 來到了一個波段的下跌 那所以如果百業蕭條 各方面的事業企業 都面臨到一個經濟的壓力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稅仍然節節的上漲 我相信人民的痛苦指數 會驟然的升高 那所以今年的地價稅 其實漲得非常 幅度非常的高 那為什麼所有全台灣的人 都開始關心地價稅漲幅 超過百分之三十 六都都這麼高 每一個各角落的民眾 企業主 或者各行各業的小老闆 大家都要愛叫 那我想議員出去跑地方行程 一定也聽到非常多的聲音 包括我自己 所以 業界都來跟我們講說 議員可以減稅嗎 可以不要再漲稅嗎 不要漲稅 減稅對我們才是好的 那但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是需要一個大政策 大方向 那今年地價稅漲這麼高 接下來擔心的是明年的房屋稅 房屋稅還是會漲 我可不可以先問一下財政局長 房屋稅的稅率 是根據什麼樣的原則來計算 那你認為明年的房屋稅 漲幅大概多少 來 局長 請說明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剛剛提到減稅刺激民間的投資消費 理論上是這樣 實質效果是不一定 我要在這邊先說明一下 真的是不一定要看各種環境 環境你剛剛講的 包括景氣各方面都要思考 那你剛剛垂詢到房屋稅 明年是不是會漲 我跟林議員說明 我們房屋稅大概第一個就是房屋的限制 房屋的限制 第二個就是地段率 你的地段在哪個地方 在繁華的地區 或者偏遠的地區 這個地段率 第三個就是稅率 稅率是中央政府訂的 事實上我要跟林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高雄市的稅率 像去年我們在園民的時候 就三個 你擁有三間房子以上 其實我們高雄是採最低 1.5 像桃園新別是2.4 你所謂有三間房屋 三間房屋以上的稅率 是指自由房屋 自由房屋稅率 自由房屋稅率是1.2 那你所謂三棟房屋 三棟房屋以上 我們是採全國最低的1.5 那這個1.5跟1.2是中央統一標準 不是 1.2是中央的標準 那超過三間房屋 是有地方自己來訂 那我們高雄市是訂 我思量 因為我們高雄市的經濟 各方面的條件 比起北部來確實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訂的是1.5 1.5 那我知道新北是2.4 那台北是3.6 他們是訂最高的 那我先跟你這樣說明 那至於明年 明年我剛剛講的 房屋限制 地段率 還有稅率 各方面稅率我們已經是採最低了 那我們明年預計在五六月間會召開 因為三年要做一次的開會 明年的不動產 這個不動產評議委員會 是由我當主席 包括很多學者專家 還有我們一些局處 我們會針對林立遠所講的 還有我們的景氣各方面 我們會綜合考量 原則上以目前看起來調漲的 要調漲幅度也不會太高 那會不會調漲真的現在 我也不敢跟你講這個 那明年那個委員會的決定之後 就知道了 局長我可以問一下嗎 因為你今年的地價稅 調漲是根據五大原則 那你的房屋稅根據哪些原則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這三年來的工程物價 就是我會參考我們公務局的 工程物價有沒有調漲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景氣地段率 我們的建設狀況 這個我們都要綜合考量 主要是這兩項 那我問一下 你這個原則是中央的原則 還是地方的原則 所以不需要遵循中央的要求 只有稅率部分是中央訂的 所以你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說那個地段 我覺得地段的部分 當然你如果是用三年平均值 那去年前年就是土地跟房屋的 這個價值比較高 那你如果用今年的來算 價值一定是比較低 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像地價稅這樣子 因為地價稅你就是把前面漲的部分 拿來變成它漲價稅率的一個標準 所以你現在地段率 我覺得地段率 明年你們評議委員會在算的時候 其實要特別考量的是 今年跟明年的一個地段率 我們會考慮是三年 你考慮三年 那你明年的話是 包括今年跟去年 前年 前年也要算 那所以你前年跟去年的話 它漲幅就很高啊 好 所以這樣子其實房屋稅率就變成 這個部分會影響到 它的幅度 稅率就會比較高 我們都有一些數據可以參考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剛剛又提到一個標準是 營建成本 營建工程的成本 營建工程的成本 對 那營建工程的成本 這個部分 這三年來有特別的幅度上漲嗎 這個我們要看 這三年來 房屋稅 房屋稅明年能不能動漲 當然你的地段率怎麼算 就變成很重要的關鍵 那一個政策的決定 其實它不見得是按照一個法規的很硬的一個方式 因為這個是政策不是法 那法的話你一定要按照逐字逐句去遵守 但是政策是有彈性的 所以地段率我覺得你的算法上 事實上明年在跟評議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在計算方法上能不能做彈性的調整 有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絕對會列入考慮 還有一項我還沒有說明的 就是我們市民的租稅負擔能力 我們都會綜合考量 就是可支配所的各方面 我們都會綜合考量 其實市民的這個租稅負擔能力 它是每一年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我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川普他要宣示減稅政策 其實這個宣示的效果 是在抑制經濟的蕭條 那有時候政策的出來 它是一種廈門藥也好 或者是它是一個一鐵良方也好 我們不知道 因為經濟的考量層面太多了 那有太多的因素進來去影響整個經濟 但是我覺得 含減稅其實它在某程度上 是會在這個經濟上 產生一定的巨大的效果 因此我認為說 你今年已經地價稅讓人民的痛苦指數上漲 人民的痛苦指數高漲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不要再漲了 應該要減稅的同時 你明年如果說又繼續漲 我覺得人民在這個部分真的是會受不了 我們都會列入考慮 謝謝您的指教 那局長我希望明年 我不希望明年所有的議員 又在議會裡質詢你們說 房屋稅為什麼又漲那麼多 房屋稅為什麼又漲得讓民眾哀哀叫 好嗎 希望明年的房屋稅 要嘛你幅度要很低 不然我的希望是能夠動漲 那這個政策因為跟中央就沒有關係 我們地方可以處理嘛 也讓我們百姓可以休養生息一下 讓大家在這個地方好探吃 我覺得這很重要 好 局長你請坐 那關於這個減稅的部分 我可以請陳市長做這個部分的一個說明 就是說在市政府的立場上 整個經濟環境景氣不佳 那市長對減稅這樣的方向 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謝謝林妍 剛林妍對於說高雄市未來的房屋稅 那我想不管是它的地段的問題 營建成本 或者是說未來我們的市民可支配所得 有沒有增加等等 那至少高雄市政府對明年的房屋稅 我們一定會非常審慎來評估 那議員的意見 各方的意見 還有我們會去看整個高雄的景氣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民進黨執政 能夠要有一個比較宏觀的觀點 那我想有很多好的意見 那在未來我們再討論高雄還物稅的部分 我想我們一定會非常審慎 好 謝謝 市長謝謝 請坐 那第二個我想要談那個飛氣物的處理政策 因為其實今年大樓的這個飛氣物的清運 也是上漲了40%的一個清運費 那也為此我們幾位議員也特別關心 那也跟環保局還有這個焚化爐的業者 透過幾次的協商包括我們的這個消保官 在這個部分也針對公平交易法的部分做了一些處理 那這個風波其實已經平息了 那清運業者也在這個垃圾的處理費上 清運費上確實有重新做一些相關的調整 不過這個問題也同時凸顯出 我們在飛氣物的處理政策上 其實我們目前正面對的一個垃圾的一個處理的困境 那我問了環保局 環保局有告訴我 焚化爐的這個問題目前最大 因為我們的焚化爐平均大概有16年的這個年齡 那設備其實在逐漸老舊 所以焚化操作效率其實也在逐年降低 尤其是抵渣的處理費用特別龐大 那我們地方政府的經費也不足 尤其掩埋廠空間 這個部分變成抵渣沒有地方可去 那環保局的建議是希望中央可以挹注經費 以及協調抵渣解決 那規劃中長程的去化管道 那這個部分我想知道 目前環保局你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也告訴我的這些現象 那你們現在的進度呢 你們現在努力到什麼狀態 就這個部分可以說明一下嗎 局長 好 謝謝副議長 謝謝林議員 那其實馮化爐的這個部分沒錯 目前其實老舊的部分 老舊部分 那老舊我們現在也在規劃整個一個更新 這些設備的一個更新 那也希望能夠提升我們這些爐子 它的一個處理的一個效率 這個是目前我們已經正在規劃 整個一個計畫中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焚化後的底渣 這個底渣的一個去化的情形 焚化後這個底渣 從民國95年開始 整個全國的焚化爐 就都幾乎都是以再利用的方式 來進行後面的一個處理 那在今年發生了一些的狀況 就是再利用的廠商 它的一個去化的這個部分發生的困難 所以現階段來講 我們先把目前我們所產生的 這一些的一個底渣 先進行一些的佔置 這是第一個方式 那你們的底渣現在佔置在哪裡 我們佔置在我們的掩埋場裡面 原先的掩埋場裡面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們也 那個協調了我們那個市府的相關的一個 這些的公務單位水率單位 在於就是說使用在這些公共工程上面 那來使用這些處理完後的底渣 這個在於不管在法令上 不管在整個合理上 這些底渣是可以用在這些公共工程 比如說道路的一個集配料 或者是水溝等等這些 那我可以問一下 你的底渣使用在公共工程的比例有多少 目前來講我們還在持續進行 就是跟公務單位水利單位 目前的一個使用大概在將近20% 所以其實不高啊 那所以其他你講的這些公共工程單位 他們為什麼不太使用底渣 可能有他工程施工上的問題 那這個我之前有了解過 所以你的底渣在這個經過 比方說它的債利用 我認為技術要提升 那第二個 業界其實對這個部分也有一些想法 那我認為底渣的債利用率 你如果只有20% 確實將來你還是沒有地方放 那這個部分你怎麼去提升它的這個比例 這個跟議員報告 我剛剛強調就是說 這些底渣用在相關的工程上面是可以用的 所以在公務單位水利單位 或者甚至是民營業者 那我們會積極的跟他們再進行整個 鼓勵他們來進行一個使用這些 所以你要有一些配套啊 然後有一些獎勵啊 那這個比例才能提高嗎 這個部分我們都已經協調公務單位 把它整個設整個一個工程規範裡面 能夠規範進去他們的這個工程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不是只有高雄的問題 是全國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先解決自己高雄市的問題啊 對 也從公共工程委員會跟環保署這邊 要在整個全國的工程單位 那這些來進行整個一個抵渣 整個去化的一個這些的鼓勵跟規範的工作 因為那個分化爐的部分 你說16年了已經老舊 它有辦法更新嗎 可以 那你現在逐年更新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才能夠完成全部 如果在我們初步的 因為這個必須要 你現在有中區南區嘛 對 中區南區人武跟鋼山 人武跟鋼山 那人武鋼山它是屬於民營的啊 那民營的我們應該不是我們再幫它更新吧 是他們自行 是 這個當然是民營業者要更新 但是它在更新的過程的一個騎乘裡面 會影響到我們高雄市的垃圾的處理 所以這整個這個分化爐的更新的騎乘 必須做一個非常詳細的規劃 那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就是不能夠影響到我們垃圾處理的這個問題嘛 不能影響到垃圾處理的量嘛 對 所以不可以說 四座同時或者是整個一個兩座同時等等的這些 造成就是我們的垃圾處理發生問題 所以要做一個妥善的規劃 妥善的規劃 那我們垃圾要怎麼來做 那當然這個處理量一定會在這整個更新的時間過渡期間一定會降低 所以你預計多久會完成所有的更新 我們現在初步看起來是 如果以整個這樣子看起來大概需要五年左右 五年左右可以完成更新 那五年左右完成更新它的效能可以提高多少 應該我們的目標至少是九成 提高九成 目前是幾成 目前最低的可能只有六成多 目前就是最低的我們看起來平均大概在六成多 那有的比較高的是將近八成 所以五年後我們的垃圾量會增還是減 如果從城市的發展來講 以目前的一個發展整個一個方向來講 整個垃圾量應該是會減的 走向環保的方式 應該是會整個淨焚化爐的 我提到淨焚化爐的這些廢棄物應該是會減的 是 OK 那我要問你接下來的問題 那你怎麼樣防止外線式的垃圾夾帶 這個部分目前的一個管制上面就是 目前這些清除業或者是整個一個機構 他們在清除的時候 他們都要去進行網路申報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從網路申報上面去做一個查核 第二個是從他們這些車輛上面 他的GPS的這些路線 有沒有跑到不應該去的地方 他申報說這個東西是從鋼山來的 假設是從鋼山來的 他有沒有跑到其他地方去 我們都看得到 他的GPS是跟你們同步嗎 所以你的電腦上看得出來 是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他的這一部車子 他是跑到哪裡去 就可以看到他的路線 所以他現在在清運業者的垃圾車上面都會裝GPS 這是法令規定 那家用垃圾的清運管制 現在有什麼樣新的措施 自從這個大樓的垃圾 議員提的這是公寓大廈的嗎 對對對 公寓大廈 那這個部分的管制措施 除了我剛剛講的GPS 跟那個整個一個申報 還有加裝那個行車記錄器 那這一些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說 這個清運業者他要去清運某一個公寓大廈的這一個廢棄物 那我們會去進行這個公寓大廈的這個廢棄物的本身的查核 他確實是交給他是多少量 那他那個運到焚化爐的 是不是真的是這些量 所以從合約書上面 以及GPS以及行車記錄器 以及網路申報等等的 我們就會去做後面的管制跟查核的工作 是 我上一次有跟你討論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這個在查核制度上可以緩緩相扣 不至於有這個其他的一些漏洞出來 那最後我要問的是說 焚化爐的處理費啊 這個價格你目前怎麼定掉呢 到底你價格要定在哪裡 跟議員報告 目前就是說我們針對事業廢棄物的進廠 進到那個公寓的這個廠是二十一三 是二十一三 那這二十一三的價格是 原製就是環保署有定了一個 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的定定的準則 所以我們算出來的情形包含土地的成本 這裡面土地成本是佔了三百八十五塊 新建的成本九百七十塊 營運的成本是一零五八 所以加起來是二十一三 所以完全按照整個成本的部分去計算出來的 所以整個一個焚化爐的處理費是二十一三 是這樣出來的 你的二十一三這個因為民眾會聽不懂 就是說一般事業廢棄物每公噸 每公噸處理費是2413塊 2413塊 那家用垃圾的部分呢 家用垃圾其實目前的一個 進來我們整個後來調整了變成是 調降變成是二零五零 美公噸二零五零 美公噸是二零五零的這樣的價格 那整個一個收費標準的一個 整個一個內容部分也報到了大會這邊過來了 所以局長這個價格在南區 還有兩家人武鋼山民營業者 他們都要遵循這個價格嗎 還是他們可以自行再做調整 如果清除業者收的是公寓大廈的這些家戶垃圾 那進南區 進人武 進岡山 全部用二零五零 全部用二零五零 那這二零五零 預計要維持幾年的時間 將來你要怎麼 未來會不會再調整 這個部分要看未來的整個一個操作營運的成本 才能夠去做評估 目前沒有辦法去做 到底要持續多久 所以目前就是定這個價格 那如果說分化爐的更新 以及它的效能提升之後 這個價格有可能再往下調降嗎 這個要看未來的成本 因為就如同我剛剛跟議員報告的 這裡面包含土地營運跟新建的成本 必須要放到這裡面去 那所以這個要看未來的成本 才能夠去確定說 會不會調降 或者是會有做其他的調整的考量 目前是完全沒有 好 謝謝 局長你請坐 其實我想垃圾的清運費 公寓大廈這個部分確實 所有的民眾跟消費者都很關心 那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不再有面臨這樣的一個困擾 就毫無原有的突然調漲40% 那也經過這件事情 讓環保局真的把價格 做一個非常合理公平的一個評議 那未來也希望在這個處理費上 可以做穩定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規定 那再來呢 我要談這個長照2.0的政策要怎麼落實 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在之前有跟幾位議員開過公聽會 那長照2.0的這個政策要落實 其實要很多的配套 包括造福員 包括一些社區的這個相關的配合 那其實我們來看 今年的7月到今年7月 我們的65歲以上的人口 已經超過300萬人全台灣 所以全台灣65歲以上的人 已經有12%這麼高 那預計在2026年 我們大概有450萬的 65歲以上的英法族 那他們稱說 這個叫做超高齡社會 因為我們有2300萬人 那450萬的英法族 所以這已經邁入超高齡社會 那像德國他們現在已經到了 超高齡社會了 所以呢 未來勢必長照這個東西 這個政策呢 一定是會在適用在很多人的 很多家庭上面的 那只是說我們要讓長照呢 能夠真的落實 其實要運用科技啦 為什麼我要提到科技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機器人的時代 那很多的企業主 像郭台銘啊 這個鴻海啊 還有包括他在大陸的富士康 他們現在都大量的運用機器人 去取代很多密集的勞力 那所以呢 他在這個部分呢 節省了很多的成本 但是同時呢 他的效能是提升的 那機器人的時代來臨之後呢 其實我們真的要好好的善用機器人 所以在長照的部分 依照日本的經驗 其實日本走的比我們還要快啦 所以他們呢 是用機器人來處理長照的某些工作 比方說老人家 他可能是長期癱瘓在床上的 那他必須要翻身 那我們在台灣呢 都是由我們的照服員 或者是我們這個看護呢 負責幫這老人家翻身 然後幫他洗澡 那你知道翻身體力要很夠 那如果你自己不小心 可能自己會閃到腰 或扭到手 那所以呢 很多人不願意做這樣的工作 可是如果你透過一個高精密的機器人 或是機械手背 可能可以很輕鬆的幫老人家翻身 那在負責幫他洗澡的這個照服員呢 可能在處理上呢 就會變得比較輕鬆 那體力上也不用很大的耗損 那在日本的這個經驗呢 其實目前已經推廣的很好 那所以呢 年輕人願意進來 那你如果說叫一個年輕人 今天去照顧一個老人家 照顧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他會開始覺得 這個人生好像變得沒有什麼意義 這個對他而言是沒有吸引力的 那年輕人如果不願意投入長照這一塊 你靠的都是中老年 或者是中年失業的 的婦女等等這樣的一個照顧體系 我想對長照而言不是一個好現象 所以其實要引進科技 讓科技來幫忙 長照這一塊其實是非常重要 所以像日本呢 他們在長照體系裡頭 已經有建置一個很完善的一個軟體 那個這個軟體呢 就是說 你把這個患者 或者是被照顧者 他的整個身心狀況 包括量的血壓 包括他的心跳等等 通通記錄在這個軟體裡頭 那透過軟體的傳輸呢 他就會直接到醫護人員的電腦前 那醫護人員呢 就可以根據這些本來平常一定要到 被照顧者那邊去做的一些例行性工作呢 不必親自跑到那裡 而是透過電腦終端就可以去判讀 這個被照顧者現在的身體狀況如何 那有沒有需要調整他的用藥 或者有沒有需要調整他的照顧方式 那在某個程度上 其實減省了大量醫護人員 那也減省了大量醫護人員在來回奔波之間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整個電腦科技的進步 讓我們的長照在這個區塊裡頭 可以做很大的發揮 那其實年輕人你也可以去訓練他 好好的去運用科技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其實對電腦資訊 說真的比我們的這些上年紀的人來講 真的程度上 以及技術能力上 是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他們在這方面是很強的 所以你讓年輕人去運用科技的方式 熟悉電腦的操作 包括機器人的機械手臂等等的操作 我相信他們願意投入長照這一塊的興趣會大增 而且他們因為對於電腦的興趣 對科技的了解 所以他可能在運用分析上 可以對一個被照顧者做出他很好的一個績效來 那我覺得這當年輕人會引發他更多的興趣 也更多的動力來共同投入長照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未來我們應該要朝這個方向 那因為我們上一次開的公聽會 其實也有日本的相關的業者有提供這些意見給我們 未來我相信我們市府跟議會 也許我們可以到日本去考察這一個區塊 有關於科技運用在長照的相關的部分 那這個我可不可以請社會局 那個姚局長能夠就這個部分做一個簡單的答覆 來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這幾年我們不但在食物界 甚至說其實衛福部現在也非常鼓勵 我們要善用各式各樣新的科技輔具 尤其我們今年度的衛福部的政策推動白皮書裡面 也有特別強調說科技輔具的一些相關的運用 甚至說智慧科技的一些相關的運用 尤其是機構內的甚至是說居家的 它有一些遠端的一些科技的運用的部分 那像有一些因為照顧人力非常的短缺 然後也不希望造成照顧人力的一些辛苦 所以它有一些不管是移位 或者是像您剛剛講的翻身這個部分 在一些比較要失利的部分 只要照顧人力它是可以操作相關的一些機器 甚至說洗澡的時候 然後復健的時候等等 有很多需要失利的部分 只要適當的運用我們科技輔具的一些操作 其實可以減少照顧人力的職業傷害 然後也可以甚至如果是在家中 家人如果有學習可以運用的話 其實長輩也可以在家裡面獲得很好的照顧 因為它如果翻身拍檀這一類的 有工具在幫忙的話 其實它的頻率就會比較高 所以它得入窗的機會就會比較小 所以其實已經有在努力的來運用 只是說這畢竟是有一個成本的投資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照顧機構 而且有些照顧機構 它要增添這一類的器具的時候 它的成本增加 有時候就會反映在收費的這個部分 所以未來政府在這部分 可能要投入比較多 所以我們現在也會希望說 又考察了很多不同的國家 尤其像日本 其實有一些歐美國家 他們這個都已經運用了非常非常的多年了 但是這個部分台灣已經有在走了 只是運用還沒有那麼的普遍 那如果說這樣子的設施設備 不用全部都是用進口的 有些台灣自己的廠商可以研發來做 成本降低的話 其實未來需求擴大 其實這個市場其實也是很大的 我想這個方向大家都有在關注 因為上一次我們設政小組去考察日照中心 局長也特別提到 有一些產品 這個在長照過去是被使用 但是它是外銷國外的 其實是台灣製造 所以台灣製造 其實有很大的這方面的能力跟商機 所以未來我想我們還是要朝這個方向去尋找 自己在地生產的商品 我們其實每一年都有在做輔具展 大型的小型的全國的 甚至是去國外參加大型的輔具展覽 就是無外乎就是要了解廠商之間 現在最新的一些動態 有一些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成本降低 因為其實現在 需求的人不一定是身心障礙者 其實很多長輩也都需要 所以其實這個市場是越來越擴大的 希望未來真的成本可以降低 謝謝局長 我想輔具的部分 包括機械的部分 這個真的越來越重要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 左營高鐵站的門面 我拍的這張照片 就是我們翠華路 左營高鐵站 在經過一些相關的改造之後 目前的狀態 其實說真的 周邊的民眾都跟我反映說 這個做得不夠漂亮 門面不夠氣派 然後也不是很吸引人 那確實上面光凸凸的 然後樹其實稀稀落落的 那寫高鐵左營站 這個字好像有人說 它很像這個學校的圍牆的字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我也諮詢過 我們左營高鐵站的門面 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它來自各地的遊客 還有來自國外的觀光客 都在高鐵終點站下車 那它如果走出來看到的 我們的門面是這樣子 其實會給人家感覺就是說 不太有代表性 所以我之前質詢的時候 我舉了這個 像這樣的一個地標型的東西 一個建築 像這個也是 這個都是屬於在台灣 有的已經在做的 那像這個星巴克呢 其實我上一次也在 部門小組咨詢的時候提到 其實星巴克他們在他們的店面的一個創意上 其實發揮得很好 所以我有時候在想說 那我們要不要引進像星巴克這樣的廠商 去美化我們的門面 達到雙重的效果 那所以你看我們剛剛這個高鐵走營站 那如果你把這裡出租給星巴克 讓他去開發成他的大的一個咖啡店 搞不好這個門面就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有可能 這個公務局可以答覆一下嗎 來 來 局長 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其實在景觀上 大家看法可能沒什麼一樣 而且我們這個地點 大家也知道是我們半坪山的延伸 對啊 是半坪山的延伸 而且我們那些都是路口酒 所以當初是在設計的時候 是在想說 把在地路口酒流下來 當然我們有人說 全部把它剷除掉 我們認為很不適當 我現在談的 不是你那個坡度的東西 我現在談的是說 你上面啊光凸凸的啊 只看到一些黃土 我相信這個綠二這個部分 高峰了 給我開票沒多久了 你說手要很大張 那是沒什麼可能 不然你也可以種得大張的 你種這才小張 其實你不要看這樣 那米甘針都有四公分 所以基本 你如果再去你看一遍 稍微量一下 那個米甘針 我們所謂米甘針 就是我們 黑民 扭起來一米 那個殖境 有十公分到八公分 我覺得 局長 有時候不能太堅持己見 真的啦 這個周邊的民眾 大家都在反應 這個門面 真的還要再改 其實你要想說 我們這個綠二 後面還有很大的土地 這個土地的發揮 而且會更大 所以整體來考量 不是堅持不堅持啦 那是大家看法 可能沒什麼一樣 以上 所以局長你是不想改善喔 目前是不想改善 這個態度讓我覺得很難接受 市長 我覺得局長這樣回答 這樣進行見識就不要做了 是不是 市長 我覺得局長這樣的答覆 讓我很失望 市長 是不是答覆一下 市長答覆 謝謝副議長 謝謝副議長 我想謝謝林議員 我想就是高鐵做營站 當然站在公務團隊的立場 為了保持當時露骨酒桌 但是市場為了要怎樣 更加美化 那我覺得我願意跟公務團隊 這個部分在溝通 我是想說 我們在這裡保持我們原來 露骨酒半瓶山的延伸 保持它的歷史、地理、它的特性 那這個四周 包括這個柱子的部分 可能因為我們經過兩邊 很大的風態 很多的柱子也是掃得很嚴重 很嚴重 這我感覺 要怎樣在四周圍 讓高鐵的左營站 能夠有更加的美化、壯觀 然後對於整個觀光客 對於左營一來 的這樣的一個印象 這個我們願意在跟公務團隊 這個部分整體上 我感覺你這個部分 或是在比較山坡的地方 你會把整很多麻煙單 這個部分的感覺也會不同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願意跟養公處 大家的目標都是希望 我們高鐵左營站 能夠更有吸引人 更有魅力 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我會跟我們的公務團隊 再來溝通 我會覺得如果能夠更好 旁邊有若干的空間 我們整體來規劃 我們願意來努力 好嗎 其實我是覺得 歷史地理文化的銜接 這個是有必要 因為這個地方確實有它的人文 那也確實跟半瓶山 有一些銜接上的故事 但是只是我覺得 現在所看到的畫面 它就是光凸凸 它就是沒有展現出它該有的內涵 對 這包括說 不要讓我們覺得 親像學學的圍像 這個部分 我想 這個都可以來討論 讓它更有創意美化 就是說那個樓架這個部分 要讓我們覺得 那也是很珍貴的地理條件 這個部分 我想我整體再來跟公務團隊 我們來討論 好嗎 謝謝 請市長再做進一步的處理 我覺得局長 你這樣的回答 實在是讓我很失望 你很多的事情 其實我有盡量協助幫忙你 那但是我知道這個東西 當然一開始你們的規劃時候 設計有你們的理念跟想法 但是做出來之後 會跟民眾的認知有落差的時候 做民意代表 本來就是要反映這個意見 讓你清楚知道 那你也應該要聽取意見 去尋求進一步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市長的答覆比你好很多 如果你做的能夠跟市長這樣的一個答覆 我相信大家都會非常的支持公務局 我覺得啦 你這樣的答覆其實讓我很失望 其實我是很支持協助你很多方面的 你很清楚的 好 下次齁 好 謝謝 明英龍議員執行完畢 休息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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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